更漂亮 更好听 可是就会觉得 那个架势跟自信不见了 这很多要学的 先休息一下安博正 谢谢小崇老师 谢谢 完了 完了 分数真的很低 我觉得今天应该要被淘汰吧 踩开时表现良好的安博正 上台又是因为紧张 犯下忘死的严重失误 看得出来这个失误 让他相当的懊悔 他在今天真的会被淘汰吗 而下一组出场的是 气质甜美的徐婉玲 他将和赵永华 带来一首清新可爱的歌 快来看看他们可爱的演出吧 你说徐婉玲 这个旁边的位置 人越来越少了 也有压力对不对 而且看到那个台下等待的人 好多 会不会害怕 就放轻松 放轻松是不是 跟着歌的情绪走 OK 这首歌 要很开心 这首歌当年也是创下 差不多有100万张的销售量 到现在也是KTV狂点的歌曲 献给所有天下幸福的人 这首歌叫做《求婚》 欢迎他们演出 谢谢 加油 你说你有一只可爱的小狗 总是愿意不懂的照顾它 又说你有一间美丽的厨房 只可惜没有飘过翻彩下 我不哭不想不点头 也不要走 看着你的海上下雨 一样的亮灯 我心情还蛮放松的 因为我之前跟他去录音师配唱的时候 就一次就OK了 因为他的歌很轻快 这首歌 最后 我不哭不想不点头 也不要动 看着你的海上下雨 一样的流红 要等你首歌一百个求婚 到里有 晾一晾 我在你的心中到底有多久 我不哭不想不点头 也不要偷 假装你的话还不够 让我感动 我非要经过一百个求婚的理由 谁教你 你让我 在这天等了那么久 谢谢 徐环玲的演唱 两位少女很可爱 这个其实在看他们演唱的时候呢 就突然觉得 你真的是很厉害很恐怖 怎么了 就是可以很成熟又可以很 十几岁的那种感觉 天真少女 因为这个歌就是比较少女的那种 一个会唱的歌手 什么歌都要能唱 都要唱什么像什么 杨忠伟 请出列 唱副歌 我不哭不想不点头 这一段看他能不能爽可爱 要有少女情怀 我们两位带他一起搖 不哭不想不点头 也不要偷 看着你的海上下雨 一样的流 痛苦 痛苦 好啦 谢谢 不会啦 其实她的脸 有一点可爱的感觉 有 她就带着苦情的感觉 好像人生很背景 可是她刚刚那个笑容有可爱咧 有吗 有吗 OK吗 还OK啦 真的有 大家不会想哭吧 刚刚 好 我们请评审来讲评一下 戴环来这一组少女演唱你觉得 书万龄就是 她的裁缝就表现得很 还蛮稳的 蛮可爱的 可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抢牌的 然后音准有点不准 对 弓箭手 小虫 为什么我是弓箭手呢 你会说的比较白这样 慢歌好 快歌都要唱得很好 那永华这一方面就是没问题 因为她的声音里面就有很多画面 可是我 我就觉得你的声音 就像我妈妈讲 就只有可爱 就算是可爱 你年轻的可爱 你还是在你的唱里面呢 要把那些咬字跟吐气跟表情 通通唱出来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 啊 可爱 可爱 可爱这样 这样而已 其实这个歌很平 说实在我听起来就很平 好 这个今天呢 我们的鸭子 也尽力了 因为在永华旁边也是压力大啦 马上来评分 今天被淘汰掉很多位了 今天鸭子能不能过关12分 还是没能过关 好 目前没能过关 所以先休息一下 谢谢我们的永华 谢谢 有点难过 因为我觉得这次评审讲话比较重 然后我也再加油 到目前为止 7位上场的参赛者中 竟高达6位没有过关 看来今天的合唱指定赛比以往更为艰难 到底还有谁能够过关 最后就是谁会被弹态呢 是谁的演出让评审们也大感配合呢 到目前为止 竟高达6位的参赛者都位置过关 似乎这场比赛比以往更为艰难 而接下来的参赛者 能够好好发挥实力 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吗 接下来哦 哇 你要跟他对唱是不是也是找死呢 他是唱将 欢迎章语老师 章老师 陶老师 真的在舞台上能跟你对唱的 有过哪几个歌手 我跟刘德华唱过 跟张学友唱过 哇 跟任贤琦唱过 哇 跟王妃唱过 你跟王妃唱过什么时候 就是在大堆头演唱会的时候 哇 也不错啦 所以接下来这位呢 他自己要承受压力真的蛮大 真的不希望他就此停止生长 欢迎谢震婷 谢震婷今天跟章语老师对唱 你知道 第一刻知道说 我的对手是 章语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惊慌失措 惊慌失措 这首歌 13岁的谢震婷要跟章语来合作 趁早 好 掌声欢迎 谢震婷这次要和章语搭配合唱 年纪小小的他 能唱出这首经典歌曲的 苦情滋味吗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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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唯一担心的就是说 我唱完以后 再换章语老师唱 然后落差会很大 可是马上吸啦 就精力表现 加油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 你总是要在你身旁 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 你给我的天堂 其实是一片黄凉 有时我早可以和你一道两端 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 而是我真的不够勇敢 从为你贪腾为你心软 已经像爱一场 无聊现在绝对的伤 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 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趁早 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达 我可以不问感觉 继续为爱讨好 蓝阳的看着你的骄傲 若有心太难了 想别离要趁早 就算你年龄的拥抱 忘了就好 爱与之死怎样的说法 都能成为理由 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 你是我们的软弱 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 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趁早 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达 我可以不问感觉 我可以不问感觉 继续为爱讨好 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 若有心太难了 想别离要趁早 就算迷恋你的拥抱 忘了说好 Woo Woo 謝謝 好 好 听到满场的掌声 来 我们往中间站两步 这个 夭壽小孩 她唱下去还高两个去 真的喔 害我撑得要死要脖 有从侧面看 你就是真的满脸红脖子出 耳朵也在红 他也是 两个人拼命撑就对了 来 小春老师 这是今天晚上我非常享受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张宇智的歌本来就写得很好 而且她在旁边唱给那个 谢正廷听的时候 她真的是非常投入 然后她整个人也一起投入进去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唱 然后我这一次对她的感觉 又跟以前不一样 我觉得歌手主要唱对的歌 真的就会让她发光发亮